在全球数据的相关调查中,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是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位居全球首位,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女性的人均寿命能够达到约87岁,而男性的人均寿命也能达到约80岁,相对于中国来说,这个平均寿命显然高于我国,我国的人均寿命仅为76.4岁。 这一数据,凸显了日本人对于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视和养生保健的关注,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,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长时间处于不良状态,这不仅可能引发慢性疾病,还可能使人们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,因此,如果想要拥有长寿体制。 学习病借鉴日本人的养生保健方法或许是一个有益的选择,那么日本人的养生保健方法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? 日本预期寿命83.7岁,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,人类的寿命也在不断延长。 然而,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统计数据,各国的人均寿命与人们的普遍认知存在一定的差距。 在这个排名中,日本以其人均寿命而引人注目据统计,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约为83.7岁,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。 那么,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人的寿命如此之长呢? 这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此外。 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健康,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相。 信我们也能够延长自己的寿命,享受更长久的健康生活。 日本公布长寿的五个好习惯,跑步排末尾。 第一,很少有人能坚持,第五名,经常慢跑。 尽管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可能并不热衷于高强度的锻炼,但他们却对跑步这一日常活动情有独钟。 在日本,慢跑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可以促进健康的有效方式。 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欢迎,慢跑是一项有益的运动。 它不仅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的活性,提高身体的抵抗力,还能延缓衰老,帮助人们延年益寿。 通过坚持慢跑,人们可以改善心肺功能,增强肌肉力量,提高新陈代谢。 这些益处都能帮助人们保持健康和活力。 第四名,泡温泉。 日本是一个温泉文化,非常丰富的国家。 许多日本人喜欢在忙碌的工作之余,到温泉酒店或温泉圣地泡温泉,放松身心。 泡温泉的好处很多,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缓解疲劳,舒缓肌肉疼痛,促进睡眠等。 此外,泡温泉还能帮助排毒,提高免疫力,促进新陈代谢等,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有很大的益处。 总之,泡温泉是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,也是日本公认的长寿秘诀之意。 通过泡温泉,可以放松身心,促进健康,延年益寿,第三名。 饮食清淡搭配合理,日本人的饮食以清淡为主,注重食材的新鲜和原味,避免过多的调味品和油脂。 在烹饪过程中,日本人注重保留食材的营养和口感,例如烹饪鱼时会采用清蒸或烤的方式,而不会过度油炸或煎炒。 这种清淡的烹饪方式,有助于降低食物的热量和脂肪含量,同时也能减少对肠胃的刺激,有利于消化和吸收。 除了清淡之外,日本人的饮食也注重搭配在日式料理中,蔬菜、水果、穀物、肉类、海鲜等食材都会进行合理的搭配,以保证营养的均衡和口感的丰富,可以有助于保持健康。 第二名,心态好,在日本老年人普遍拥有积极健康的心态,他们注重保持心情愉悦乐观向上,这有助于延长寿命和保持健康。 日本拥有庞大的老年人社会链,许多老年人虽然年龄已高,但心态却不老,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活动、文化娱乐等,认为只要还活着,就要活出一番精彩。 这种积极的心态,让他们在晚年生活中更加充实、快乐和有意义。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4478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了研究,结果表明心态好的,快乐的老年人的寿命更长。 这一研究结果,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、表明心态、健康与寿命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第一名,重视体检在日本,老年人普遍认识到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 而定期体检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关键环节。 日本老年人通常会定期接受身体检查,包括血压、血糖、血脂等各项指标的检测。 这些检测结果可以帮助老年人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,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和治疗。 此外,日本老年人还会接受肿瘤筛查和心血管检查等更为专业的检查项目, 以便早期发现和预防疾病有助于保持健康。 延年益寿,日本人爱吃纳豆,对长寿有帮助吗? 纳豆是一种大豆经过特殊发酵后制成的一种食物,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,包括蛋白质、纤维素、维生素K2、不饱和脂肪酸等。 这些物质对心血管健康、肠胃调节免疫力的增强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益处。 此外,纳豆中还含有一种特殊的酶,可以消融血栓, 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、脑中风等疾病也有一定的作用。 经常食用纳豆可以促进肠胃蠕动,调节肠道均群平衡,改善便秘等问题, 有利于身体健康,中年后,戒掉三个坏习惯。 像长寿不是难事,一、吸烟,吸烟对身体健康极为有害, 尤其是对心脏和肺部,戒烟可以大大降低患心脏病、 癌症和呼吸疾病的风险。 二、饮酒过量,过量饮酒对肝脏和其他器官造成损害, 减少酒精摄入,尤其是在中年以后,有助于保护身体健康。 三、不健康。 对饮食,摄入过多的高盐、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, 可能导致肥胖、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健康问题。 中年人应该注意均衡饮食、增加蔬菜、水果和全穀物的摄入量, 并限制加工食品和快餐的摄入,五十岁后多吃这几物。 长寿或自己找上门,五十岁后多吃以下六种蔬菜、水果、肉类, 可能有助于长寿、蔬菜。 一、菠菜。 菠菜富含铁、叶酸、钾等营养物质,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、预防停血等。 二、西兰花。 西兰花富含维生素C膳食纤维等,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、促进肠胃蠕动等。 三、胡萝卜。 胡萝卜富含杯的胡萝卜素维生素A等, 有助于保护势力、增强免疫力等。 水果。 一、苹果。 苹果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C等,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、预防心血管疾病等。 二、香蕉。 香蕉富含钾、维生素B6等, 有助于维持血压稳定、促进神经系统健康等。 三、蓝莓。 蓝莓富含抗氧化物质、维生素C等, 有助于抗衰老、预防癌症等。 肉类。 一、鸡胸肉。 鸡胸肉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B6等, 有助于维持肌肉量、促进身体代谢等。 二、三文鱼。 三文鱼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、蛋白质等, 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、预防中风等。 三、瘦牛肉。 瘦牛肉富含蛋白质、铁等, 有助于补血、增强免疫力等。 三、瘦牛肉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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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